陳偉杰也是個博士啊 他學識得很好 照道理他不應該看不出來 他應該不知道有漏洞 很多博士都是訓練有素的狗 我覺得國民黨是被什麼所誤導 被內心的獨台跟畏畏縮縮 不敢批評陳時中 然後想要走獨台跟民進黨的路線的 內在的潛意識所誤導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臉書 要求譚德塞請你向台灣道歉 說譚德塞先生的發言 全台澎金馬都不能認同 陳玉珍我不能夠認同你 國民黨發言人我不能夠認同你 所以我黃志賢我一個人 我單槍踢馬 我坐在椅子上 我讀這個新聞 我看陳時中講話 我讀這個原文 我立馬就知道誰是誰非 國民黨從上到下 有沒有人出來講話 除了預聲委員 所以我覺得很難過的是這樣子 為什麼國民黨人不能夠像預聲委員 因為這個事情 你不要有黨派立場 你不要有你的私心嘛 你不要有你的私心 你就看看清楚 明明白白 英文在這裡 中文在這裡 你國中程度都知道誰說謊 誰說實話了 去年12月31日 大陸衛健委 那個武漢的衛健委就公布了 所有的資訊資料都有 1月9日大陸官方就公布病原體是新型冠狀病毒 1月11日就公布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 但是紐約時報說 根據推算 中國大陸是1月7日以前 已經把基因序列傳給美國CDC了 根據紐約時報 這篇文章等一下我再拿出來 我們也講過很多次了 而1月20號 鍾南山說 肯定有人傳人了 每一部每一部 都有都是講的 1月16日 世衛組織在記者會上表示 那個 以武漢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 有限度人傳人的情況 這是1月16日 他當時說是有限度人傳人 但是到後來的時候 1月20號的時候 鍾南山更加重他的嚴重性 說是人傳人 因為人傳人比有限度的人傳人更高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台灣並沒有任何貢獻 一切的一切都是大陸已經公布了 我剛剛講的 1月7日 美國CDC就已經組織了一個緊急應變小組 然後他寫這是紐約時報寫的 1月20日在1月20號 也就是兩週在中國科學家把基因序列 分享給美國CDC之後的兩週 也就是1月20號往前推兩週 也就是1月7號以前 就已經給了美國了 這麼清楚這麼明白 來 高級萬省人 我要說的是 你們兩個剛剛把最近這個新的事情 講得很好 但是有關他們幕後這個心態 他們這個本質 你們講了半天 最早講的就是我 我早就講過陳時中狗嘴裡吐不出象牙 結果被台獨的媒體大罵 然後警察到我家後來 因為暗電靈不在 所以就去找這個黃志賢了 我是最先沒講過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們兩個都唯一不對的 陳時中 所以陳時中應該是嘗到嘴表 吳俞生唯一不對的是什麼 他不是英文不好 你們要知道一點 今天所有翻譯的中文 清清楚楚的反映了 這個英文的意思沒有錯 沒有錯 他是中文不好 他是中文不好 他中文不好的話 他如果中文好的話 他怎麼會看到 他自己這麼打臉的東西 他還不打自招呢 你還錯了一點 是美國人英文不好 美國人英文不好 美國也看到了這一份 他所說的 他給WHO前面的求救的信 或者求員的信 或者是求知識的信 美國人怎麼會說 他先示警呢 美國人看不懂英文嗎 你們剛剛念了半天英文 然後他明明就寫得最清楚 根據新聞報導 第一條就說你不是示警 這我就想說 好像那個摸奶手陳維廷 到了我的社區了 我們看到新聞摸奶手來了 我就跑去警局問 他到底在哪 他有什麼情況 告訴我 我叫了女兒 我叫了小新 這怎麼叫做我示警警察局呢 這怎麼叫我示警警察局 我是去警察局 謝謝你感激不盡 你如果告訴我 他躲在哪 他是我們村子裡面 哪一個地方 這怎麼叫示警呢 這一點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你剛剛說英文不好更是不對 然後用英文來罵譚德塞 哇台灣崇拜掉 這個是新的 將來新的發言人 台獨新興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以英文來重揚 而且它最新的發展還是什麼呢 英文看出了 我們叫China airline 要把China airline改掉 所以太惡劣了